动作要快 三下午初二就完事 完事马上堵 明白了没有 好了 四方宾馆 快点开 来 知道 我们拿走 看他没有 就那两个人 去 我干嘛你们 我打 你可是太可怕了 再打出人命了 放 求祖 你看这 求祖 你看看 这不得了啊 闭上你的臭嘴 不不不 打 打 打 什么 求祖 闭嘴 不能打了 再打出人命了 我跟你讲 我姐夫可是杜开场 这我还帮不得 这 医生 撤 队长长 出事了 别着急 慢慢说 怎么回事 是 大浪山保安处的人 把一个外地司机给打死了 而且还把人车给人砸了 他们也太嚣张了吧 是 影响很坏 很多群众都围观了这次都 目击者说 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 活活活把老百姓给打死了 大浪山那些人呢 做完之后逃跑了 谁主谋 秋海生 这个小子 我看他是闹到头了 他人呢 不知道 打人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 也参加了这次欧斗 谁啊 说呀 谁呀 西郭栋 西郭栋 出事前 西郭栋跟秋海生 坐的是同一辆车 杜局知道吗 嗯 知道 哪位 杜局啊 我已经知道了 好 我马上就到 浩米扬 通知读查处专案组的同志 立刻到市局待命 是 另外 通知阮少杰 让大安队 也立即到市局待命 好 西郭栋 西郭栋 城市不足败市交易的动静 这回你把市搞大了吧 啊 我看你怎么收场 莫总 我也没想打死他们 只不过 弟兄们出手太重了 放屁 我告诉你 浩瀚做事浩瀚当 这件事情你自己摆平 不是 去现场目击证人提供的车牌号 认定是大蓝山保回车 另外 我的小舅子西郭栋 当时和邱海生在同一辆车上 他有没有参与这场欧斗 也应该列入调查的范围 是 先说说 怎么解决大蓝山的问题 怎么了 是不是 先请示一下余市长 人都打死了 还得请示 怎么请示啊 余副市长 这里有一伙杀人犯 抓不抓 陈春啊 那 这好像 不是你办事的风格 你是在试探我吧 动风雷集团 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前一发而动全身哪 你就不怕 捅娄子 一个窟窿也是痛 两个窟窿也是塌 人都集合好了吗 已经集合期了 马上出发 包围大蓝山 解决下警察的问题 是 等等 是 快走 报告局长 杜长长 队伍集合合地 请提示 请稍息 刷新 同志们 请稍息 今天晚上 我们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下面请杜长下达行动命令 同志们 今天我们明春市 发生了一起性质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 一名外地的司机 被大郎山矿业集团的假警察当街打死 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啊 我们明春市公安局 曾经多次 对大郎山这部黑恶的势力给予过关注 并多次地告诫他们 不要盗用人民警察的名义 进行所谓的保安活动 但是 他们不但不听啊 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 以至造成了今天 这样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抓捕凶手 取缔大郎山集团的假警察 这次行动 由陆建春杜察长亲自指挥 杜察长 下令吧 是 我命令 出发 右手 掌握 绘察 拘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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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队请注意 张之队请注意 你们分成两路 一南一北 分别包围大床山保卫处宿舍和直白室 控制所有人员 一个也不许跑掉 其中以后 拘留白天作案的凶手 其余的人员 带回局里接受讯问 听清楚请回答 明白 刘洪床请注意 刘洪床请注意 你带领多床之内 说脚大床山 非法拥有的警服警局 查封所有的办公场所和文字材料 请交通请回答 明白 简决吧 这是人物 嗯 县长 给预复师傅发电话 都打了五六四了 打不通 今天你是怎么了 有我在你怕事 跑步慢慢 正是因为有你在这 这个电话才得打 事前请示 事后汇报 不漏蛮运吗 新陈特里 快 啊 于副市长啊 我是杜宪章啊 我在局里呢 今天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啊 那个外地的司机 是被当街打死的 对 是大廊山跨越集团 那帮假警察干的 我想请示您该怎么办 您是公安局长 出了这事 您问我怎么办 您指示过 出现突发事件 必须请示市委和市政府 你这是矛盾上交 我告诉你 杜宪章 我作为主管市长 只要结果 不用过程 如果你拿不准主意的话 请示手关定吗 是 于市长说了 只要结果 不用过程 那咱怎么办 依法办事啊 是 就是 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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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呃 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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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局长 组长长 那个叫小桃的 移引他跑 好吧 既然被你看出来了 那就跟你说吧 说 最近呢 局领导有一个动议 想提拔一些年轻的同志 到支队长这个岗位上来 你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也议了一下 你们想让我提前退下来 不不不不 不是让您退下来 是让您到二线 代一代年轻同志 我跟县章 想让您带个头 县章为什么不找我谈的 是我想找您谈的 县章一会儿也过来 你没想让谁来代替我 这不想征求征求您的意见呢 这个 我退不退啊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来代替我这个支队长的职入 我有个想法 您说 我建议孙平伟来接我的班 不管别人怎么说的 我觉得孙平伟是个人才 让大周当队长 师父 我们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 而且这回啊 我们想这样 先由个人 报名禁岗 然后是群众评议 最后是领导审核批准 增来一个全局范围内的 公开招聘 您好不好 好 这样公开公正公平 真好 真好 老同志都退啊 不 在五十五周岁以上的 正触及这个岗位上的同志 退 我不退五十五啊 就离五十四 还差三月 我知道 你小子没人亲啊 那师父的生日我还能不记得 师父 鉴于刑侦支队长 这个岗位的特殊性 是我提出来的 让您在这次混岗当中 退下来 建春 说心里话 不穿警服 不摸枪 不办案子不加班 你说我 我活得什么劲呢 我还有什么劲呢 师父 我们都知道 您爱岗敬业尽职尽责 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那经济神不如以前了不是 什么 你是说我老了 老道 你才